屏東市永安寸治水閘門改善工程 歷經一年多的興建後 在農委會農田水利處長謝盛信 和屏東農田水利會長黃熙明 及地方民意代表的建政下 正式啟用 啟用 這是一個在前瞻基礎建設裡面 一個很好的跨域整合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不要只有農委會只有做灌溉 也沒有考慮到地方的一些排水 那能夠把地方排水跟乾冠能夠結合在一起 而除了解決了農委會的灌溉需求以外 也解決了地方的一個淹水問題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補助9229萬元 進行永安寸治水閘門改善工程 以往因為河川變化 水閘門老舊 造成新生里及新新里等地區容易淹水 而且河段容易淤積造成惡臭 改善工程包括河道補強 將原有的取水閘門改建為橡皮壩 及建置自動化監控系統等 除改善灌溉用水的取水效率壞 也可提升防洪應變能力與機動性 早期的永安寸治水門是用人工的方式 下大雨的時候洪水來的時候 人工就必須要冒著雨來開水門 所以相當的危險 那我們現在用橡皮壩去做改善 那麼改善完之後橡皮壩如果它的水位 超過它的高度25公分的話 橡皮壩會自動倒污下去 所以這個排水的部分就比較安全 黃熙明表示 永安寸位於沙舌溪下游 灌溉農田面積580公頃 這次的工程灌溉與防洪艱 將可改善屏東市牛酬溪橋至長興橋 和復興南路一帶的淹水狀況 怕能讓民眾免受水患之苦 屏東新聞 張如意 劉建榮採訪報導